今天是十一月十一號的禮拜二 前一開始我們就把時間交給氣象主播 韓英 韓英早 韓英早安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早安 今天起床的時候可以是好心情 因為今天的話天氣狀況還算不錯 而且包括今天東北季風整個減弱了 溫度又會比昨天大概回升一到兩度 整體感覺都還滿涼爽滿舒適的 尤其是這個北部地區還有東北部地區 雨勢都變小了 所以今天大概都是維持多雲的天氣狀況 那麼中南部地區就更不用說了 一直都是多雲道勤的好天氣 都會見到陽光露臉 你也提醒大家了 今天天氣回溫 但是早上出門的時候還是滿冷的 大概還有在18度到20度左右 早上出門的時候記得加件薄外套 但是到了中午的時候就不要穿得太多了 因為今天的話整體感覺回溫 而且天氣狀況都還滿好的 也提醒大家了 今天這樣子好天氣一定要好好的把握 因為明天開始東北季風又增強了 到時候溫度會下降 而且又會開始下雨了 我們就趕快關心一下未來今天天氣狀況 今天的話其實高溫大概還有在26度到30度左右 可以看到北中南東其實都是維持多雲道勤的天氣 但是從明天開始整個東北季風增強 可以發現溫度一下子就下降了3度左右 高溫的話只剩下大概22到23度 尤其是北部地區感受是最明顯的 那麼像是東半部地區一樣 那麼明天的話開始出現短暫震雨 那到了後天的時候雨勢就會變得更明顯 因為水氣就逐漸的增加了 受到整個東北季風又增強的影響 所以明後兩天的話天氣都是又濕又冷的 這一點也要特別的注意 那麼雖然說中南部地區看起來天氣狀況比較不受到影響 但是一樣要注意 因為清晨的溫度其實都是滿低的 因為中南部地區最要注意的就是日夜溫差還滿大的 一定要多多注意這個溫度上的變化 不然一下子不小心就會感冒了 那麼東半部地區也一樣提醒大家了 跟北部地區一樣 明天開始東北季風增強 到時候溫度下降 而且又會開始下雨了 所以請大家好好把握像是今天的好天氣 要曬曬衣服的話 或者是出去玩的話 今天就比較適合囉 那我們再來關心今天詳細的溫度預測 水耀金融市台北市新北市地區 20度到24度 降級是10%到20% 桃園新竹苗地區19度到16度 降級是0到10% 台中狀化南投地區19度到29度 降級率是0 雲林嘉義台南地區18度到29度 降級率是0 澎湖高雄屏東地區21度到30度 降級率是0% 降級率是0% 宜蘭花蓮台東地區19度到28度 降級率是10%到30% 澎湖高雄屏東地區 澎湖高雄屏東地區19度到25度 降級率是0% 澎湖高雄屏東地區 降級率是0% 還有75歲的朋友 今天做事情的時候都要特別的謹慎小心喔 那麼今天適合做的事情呢 像是安闖還有祭祀 不適合的事情也提醒大家了 像是如果我們要 白入新家或是嫁娶的話 今天就比較不適合囉 那以上資訊也提供給大家參考 我們這把時間交換給寫魚